哈喽 大家好啊 对了 我跟你们讲 现在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我还是带你们去看看吧 看到了吧 现在我一个小村庄 被我一个水气不同 两边警察里应外合 形成一个两面八家之势 好吧 说笑的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村子出现这么多的警察 里面的跟外面的大眼瞪小咬 要不是就有一条岩浆河 恐怕这两边人早就打起来了 听说最近总部被外星人给夺赦了 看来那个消息可能是真的 这些应该是总部拍过来的 真是一群可恶的外星人 早知道我就一个不留了 还好这边的只会负责守护村子 不会听总部的命令 不然还真就被两面包夹了 对面的人要想过来 方法只有一种 那就是通过村子四周的桥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想着要过桥 这说明他们也不是很想的 毕竟谁也不想自相残杀呀 也许我可以说服对面 然后我们一举攻打总部 把外星人赶出去 作为村子的指挥官 这担子只能由我来扛下了 而且我还有坦克在作证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和平交流嘛 我刚才转了几圈 对面没有拍出大型武器 那我还真是被看别了 总之先跟他们交流交流吧 你好啊 你们的老大是谁 我跟他谈谈 怎么光吵吵不说话 难道是头目没来 喂 快叫你们的老大出来 我有要事 嗯 是你吗 你真敢打我 吓死我了 差点就把他给打死了 你就在下面待着吧 已经凉了 这是你自找的 等等 他们好像比刚才更暴躁了 总之现在的局势有点不妙啊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追过来 不过他们要是敢过来的话 我也就有了战斗的利用 哦 有杀气 我就说 居然敢拍第二个 行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想法了 开战是吧 那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谁更厉害 你们就留在这 好好的防守 我去解决他们 哦 嘿嘿 没想到 我居然还藏了武器吧 是时候让他们见光了 还有这一套衣服 自从得到以后 还没用过呢 好了 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变形劲了 这样解决他们不是轻轻松松吗 我去一去就回 这警察好多啊 不过现在他们都被控制了 那就由我来打响他们吧 给我醒过来吧 好累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啊 不过 看他们想对我村子动手 我就不累了 没想到这边居然还有 看来刚才是没刷新出来啊 枪之类的打得太慢了 我需要用点威力大的 直接换成捣蛋炸 果然还是得威力比较大的啊 好家伙 我捣蛋都用完了 路外面还是有这么多 头一次遇到打得手软的 算了算了 一次性解决干净吧 这次可不像之前那样了 终于解决了 好啦 你们可以把坦克开回去了 还有这岩浆盒 物以后就收起来了 万一有人掉下去可不好 没先弄吧 我去找他们本部去 这次一定要算清这笔账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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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